一路走一路說, 今天從仲瓦路走上來 即是富康那邊, 或是仲瓦縣那邊 走了300級左右的這個艇 然後呢, 你們會見到一個牌 下去就是富康村, 上就是九龍香山 今天時間無多, 4時15分, 才從仲瓦路上來 5時多, 就天黑, 希望走一轉九龍香山 當操山, 練一下, 無所謂 怎樣走都好, 今天的重點不是介紹山路 有走路就講一下走路, 沒有呢 就拍一下路況, 操山衝上去就算了 由於說操山, 這條新路我就不走 今天呢, 就是走樓梯, 千多級 在這裡一路上, 如果不想走樓梯 就走那條新的山徑 現在才4時30分 竟然呢, 1,200多級樓梯 是15分鐘之內 就在馬路邊, 一路走上來了 都算影真復原了 幾個星期之前, 中了之後呢, 到現在呢 我都敢說真正復原了 剛剛都沒停過, 走完千多級樓梯 已經可以繼續說, 有一點點喘氣的 但是不大了 即是不像得呢 早前剛剛好了 一個星期左右, 走去行山 竟然肌肉酸痛 每個星期都好像一齊來又喘氣 但現在好很多 想不到 這個庭越喘越漂亮 以前沒那麼漂亮 有些不知 雲石還是麻石面 那些座椅呢 涼浸浸浸 不過我其實還沒在這地方休息過 通常我來到這裏呢 就會花多幾分鐘呢 就上了玉獸峰 想問大家呢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句說話呢 是曹操講的 不是吧 那句最著名的呢 寧我父天下人 莫天下人父我 曹操講另一句呢 就叫做 生子當如孫仲謀 就是生兒子呢 最好就好像孫仲謀一樣 孫仲謀是誰呢 就是三國其中一個 就是魏宋鴻 有劉比曹操 還有孫權 孫權就是孫仲謀 那其實呢 這個就是 色英雄重英雄 他明明是敵對的 那別人呢 是用水路圍困了曹操 曹操都竟然慨嘆一句 哇 孫仲謀真是好東西 竟然這麼厲害 那就是他這些是色英雄重英雄 就是一代囂雄都可以 這樣講 最好生兒子好像他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呢 做父母呢 都是望子成人 特別是做父親 那就正正因為這樣呢 就造成呢 很大的模型壓力 給下一代 他經常覺得呢 那些子女是自己的續集 什麼續集呢 就是說 你未完成的心願 就希望他們完成了他 即是你賺不到錢 希望他們賺到錢 你讀不到書 希望他們讀到書 你上不到大學 希望他們上大學 而這些壓力呢 至少就灌輸了下去 所以呢 正正因為這樣呢 那些小孩在壓力之下成長呢 很難成功 有個別例子的 但是 大部分都很難成功 因為壓力實在太大 做任何事情呢 都好像綁手綁腳呢 心理壓力太大 很難做得好 放不開 你看 這裡有幾個紅色的桶呢 在這裡走回去 就是條新路 就是 在那邊又是可以上九龍坑山的 這邊呢 怎樣拍呢 下到去都不用怕迷路了 轉左就上山 轉右就下山 起初新路呢 在這裡摸索 就不知道會不會迷路 但實際上都不是怎麼會 新路開得很好 只要小心點 因為畢竟是有點窄的 如果你走新路呢 就不像走這些路那麼闊的 兩邊都不會跌到去邊 如果你跌了自己 弄損手腳而已 按一按落地 諸如此類這些路 但是那些路呢 有時候 有些位置 或者有幾米深 十米八米深 你小心點就可以了 其實不危險的 好 回回頭說 生子當如孫眾謀 其實呢 我們有時候 做人過不了自己的關 就不明白子女同自己 那個分別很大 父母不應該當子女是逐集 同樣子女也不應該當 父母是前轉 就是其實 獨立個體來的 雖然基因很大程度都是相近 但是即使相近 就是 父母打球很厲害 不代表子女打球很厲害 父母讀書很厲害 又不代表子女讀書很厲害 因為環境不同 需要的能力不同 基因稍作改變 就已經很厲害了 即是好像我們 跟這些大猩猩的基因 相差不夠1% 那你說基因只是稍作改變 你生的兒子 可能已經變成蒙古兒 那你說真的死不死 所以如果你覺得 子女就是自己一個 好一點的版本 所以她可以完成你的心願 那這個是多餘的想法 而多數都是失望的 好在乎那個天分 我見過不少例子 就是父母都讀不到書的 但是 子女 就是可以 成績是很高的 讀書的學業成績 那這些是 例子是比比皆是 所以我們 要知道 反過來也一樣 父母讀書很厲害 絕對不代表 你的子女 就一定讀書很厲害 即是我們不會 見到什麼音樂大師 武道大師 藝術家 大畫家 他們的後代 能夠達到他們的成就 是吧 我們什麼時候會聽過 貝多芬 米公安捷勞 即是他們後代有什麼 偉大的成就 可以超越上一代 也不用想這些 基本上因為 每一代基因的差異 就是 決定了 究竟這個人會不會超越你 還是遠遠落後於你 那倒不如 好像我有些網友所說的 活在當下 開心心過的日子 就好過了 是不是 就好過 一輩子都不開心 覺得下一代 總是令你失望 因為譬如你做不到的事 他又做不到 甚至你做到的事 他都做不到 那你就經常覺得一代不如一代 但事實上又不是這樣的 因為你壓制了他 你迫他走一些 他未必喜歡的路 所以他發揮不到自己的天分 有沒有聽過清朝有一個詩人叫趙逆 其中有四句七絕 是比較出名的 不過所謂出名 當然不是說那些 李伯 那些 即是幾首詩 四句 我是特別記得的 他說 少時學語 苦難圓 即是 年輕的時候 學寫文章 學語言 覺得好像 好辛苦才學得好 他第二句說 指導功夫半未全 他說 唉 都是認為 就是當初不夠努力 所以 導致這樣的結果 學極都不好 他說 道路方之非力取 去到年紀大了 明白了事情之後 才知道 原來你拼命都沒用 三分人士七分天 即是 其實天分佔了百分之七十 三分人士 你要努力的 如果你有天分 但是如果你沒什麼天分 你努力都似乎沒什麼用 好 我們又到來這裡了 玉獸峰 哇 竟然是二十分鐘 好像第一次這麼快上到來 你看 這裡下面 就下了大埔頭 那個白色的石 寫著玉獸峰三個字 唉 以前這個山沒有名字 自從有人寫了這三個字之後 就變成玉獸峰 你看看對面 牌刀銀多漂亮 漂亮 不得了 那邊上來的 即是庫坑那邊 我們不是在這邊 那個大埔頭 那我們 向這個方向 落回去 落回去 這裏有新路 但是我這裏落一圈 再上少少九龍坑山 現在反正都 還沒天黑 四點多鐘 即是 還沒近五點 所以呢 其實二十分鐘上到來 是很快的 我剛才沖了一段 沒有錄影過一段 那麼 中間錄影那裏 就沖不到的 一沖得快就喘氣 那麼 現在呢 基本的幾好 身體狀態 應該是 腹上 哈哈 那我們下了 排樓梯之後 那你向右 就是那條新路 如果你不想走樓梯下山的話 就是在這裏向右 那你見到這個 紅白膠帶這裏 這裏向右 我都拍過一次 然後呢 直去前面也有新路下山的 那我們現在不要管它 然後再繼續向前走 嘿 多漂亮 八仙嶺 狼嶺 好遠的 在這裏走到去 幾個小時 不容易的 那如果上九龍坑山呢 勉強都還可以 不過一會 如果真的上去 就要 跌倒這樣下來 因為如果不是 就天黑了 不過當然啦 天黑我都不怕 這裏腦這麼熟 不開頭燈都沒問題 這裏太熟了 走得太多次了 真是好了 又來過這個著名的 九龍坑山天梯了 哈哈 今天沒有人了 可能晚了 衝回一小段 看看如何 下去 來到這個峰嶺這個位置 剛剛衝就是 下面那條天梯 現在有些人上來 剛剛衝的時候沒有人 整個套路港全景 遠跳馬鞍山 這邊大帽山 這邊是 景色優美的日落 哈哈 五點都未夠的 好啊 繼續下一段 說回來 說回來 曹操所說的 生子當如孫仲謀 你想生個兒子有多厲害呢 1978年的回考狀元 由孫仲謀優 做了專科醫生 低調地 過他的專業生涯 亦都賺大錢 而同一屆的 會考生 7A2B 和他的成績是不相百仲 但是那個就叫做盧寵謀 他就不甘心做專科醫生 他就要從政做局長 那結果是怎樣呢 你想一下 哪個在背後 天天天天天地被人說 那你喜歡哪樣呢 如果你生個兒子 你喜歡哪樣呢 我真的不知道 有很多時候 你生的兒子厲害 他就讀書厲害 英文好 自從2019之後 他們就離離而去 無論他是十多歲 二十多歲 三十多歲 全部都離開 英國加拿大 到處都離開 美國都有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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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想 老來 並無子女在身邊呢 是吧 到你過了身後 可能兩個禮拜他訂到機票 然後呢 回到來 就是看看你最後一面都看不到 看看你 耳寒的屍骨 是不是 即是我不知道 這些太過傳統的中國人觀念 當然很多人都不同意 那但是 如果你生一個兒子 即是一直都看不到 或者是長久地離開香港 即是 三五年才見一次 唉 有WhatsApp有時像 你自己想 不過我講這些都算了 他讀書 英文好 去到生活都應該是 不會說很艱苦 即是有些人 他基本上是 全世界都很渴望 他那些人才 即是好像 那些 護士啊 那樣 哪裏不讓 哪裏不讓你居留 哪裏不讓高薪厚職 是不是 那你見到那些子女 如果找到食 是否瞭然 外給另外一個遊客 不再放棄 以外做慣 village 其實是沒有電話 怎樣 就算看不到 也可能老為安慰 但א 那我見到 情況又沒有 видео 原來如此 就好像我有個偶像 在台灣讀書 英文做erte 功課都交不到 更加彈 錢給我 撿一撿 然後才夠膽遲上去 你知道死不死 這情況之下 他仍然移民英國 因為他97年出世 他覺得自己有條件去移民英國 他說你住在哪? 在唐人街洗大餅 你有什麼做到? 基本生活上的英文你都掌握不到 但是這些人又是這麼想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面對現實一點呢? 我都不太明白 其實2019之後很多年青人 十多歲、二十多歲、三十多歲 多少都好 不是說我們這把年紀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不滿 政府覺得自己受到很大的委屈 在這就已經很不開心 好像失去了很多自由 其實細心看看又不是的 是失去了一部分的言論自由 你說很大部分都可以 如果你喜歡拼命去批評政府、批評領導 你可能失去很大部分的言論自由 但是在很多人來說 其實不是失去很多的 我覺得不需要看得太重 反而現在 反而正正因為很多人離開了香港 香港機會反而多了 舉個例 政府工都容易找了很多的 就是早幾年 2019之前 是難入政府的 你說不行啊 我反政府 我不可以入政府做 這是你的事 你看不開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機會比以前多了 因為不斷有人退休 而不斷有年輕人 他離開香港 他不跟你爭 那麼你 變成這兩方面 夾擊之下 你入政府 是好處很多的 即是給私人機構 尤其是 現在私人機構 那個被疫情的防控措施 搞到經營很困難 政府沒有困難 他也是有稅收繼續經營 他拿你的錢來經營 他怎麼都有錢 怎麼都有錢出糧 那所以其實 不是真的那麼絕望 只要你看開一點就可以了 來到這裡 最優美的觀景台 你看雲都漂亮一點 今天 這些日落去哪裡找 為什麼日落那麼精彩 那麼圓那麼大 好吧 今天就拍到這裡了 這條片 拜拜